你相信整座山堤都是空的吗 位于贵州镇安的砖天巷究竟有多深 今天跟着我的镜头 我们一起进入一探究竟 上期视频我们探索完了右边动道 本期视频我们将继续往左边动道探索 出发 我们现在进来了大概三公里左右 在这里面又遇到了这种石墙 还有一些灶台的痕迹 我这不是灶台 这应该是以前有人生活的地方 很有可能是一个小房间 看这里有一道门 我们从这个门进去继续往前 这道石门保存非常完整 全是用这种大石板修气而成 在下面又出现了一个洞道 这个洞道是一直往下的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洞道 这个洞道是一个熬销的仪器 我们研究一下看走哪个洞道 现在我们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还有很多位置的洞口没探明 往前走应该是又到熬销大厅 这会儿我们往右边地下往后走 底下还有三四个位置的洞道 我们去研究一下 走吧 我们走位置的洞道 这边这个洞道是没有被探索过的 所以我们走右边洞道继续往下 依旧是这样的小裂缝 只可一个人通过 刚刚我们从这个裂缝过来的 这地方一定要做好标记 继续往前 依然是一直朝下的 这是一个真正的地下迷宫 这一个人还真的不好进来探索 最少两个人 还是这样的 一望无边的熬销基地 这个洞道这么狭窄 以前也有那么多人在这里面熬销 不可思议 一直往上了 现在又从这里上去 应该 这边有一个小洞道 但是应该要走下面 在这里发现了一张桌子 这应该是以前的熬销的前辈 在这里吃饭的地方 依然是一条路 这个地下河的水越来越大了 比刚刚我们看到那条地下河 大了好几倍 看前面还有一个桥 石桥 继续向前 地下河的流向 从这里就开始分岔了 很有可能这里钻过去还是地下河 可以看出 以前的人都是穿这样的草鞋 由此得出 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多么的幸福 想要什么样的鞋 就可以买什么样的鞋 看这个是不是像一只飞燕 下面非常的小滑 上面却很宽 这是一个天然的石桌 这是他们吃饭的地方吗 可能又是他们吃饭的地方 这个有意思 在这里发现了以前的这种记号 这应该是熬销的数量 可能一条线表示多少 或者是多少斤 多少袋 多少个 我们继续向前 四通八达 刚刚从这边进来的 在这里发现了一根以前熬销工人用的扁担 看这个扁担都已经非常的弯曲了 这个扁担以前的人不知道是这样担的还是这样担的 很有可能是这样担的 因为已经担弯了 这个扁担比较小 我们担的可能不怎么合适 我们继续往前面去参观一下 扁担给人家放在这里 看在这里发现了以前熬销工人用来刷锅的这个是刷锅的一个刷把 然后这是一个锅盖半边 这边是灶 这样的灶在这里很多 而且保存非常的完整 前面就是这样的熬销遗迹 下面是地下汗河 我们打算沿着这里继续往前 这里的流水量 比刚刚上面那几条都要大一些 它们应该是汇集在一起的 这里保存非常完整的灶台 这边也是 这里还有一个菜板 这个菜板的磨损程度可以看出 这是用了很长的时间了 因为它这里切菜切了一个窝进去了 竟然在这里还能发现菜板 我们将继续往前 你耍个点 太渴了 我们走了大概有6公里左右 必须在这里补充一下水源 因为只带了一瓶矿泉水 按道理来说这个水在没有真煮 没有过滤的情况下 是不能随便喝的 很有可能会得结石 但是没办法 走吧继续前进 走吧 看这个洞厅有多大 刚刚从这边进来的 刚刚从这边进来的 我的天哪 又是一个超级大洞厅 这边好像是一个死动道 这边还非常的深邃 我们往左边走 这又是一个巨大的洞厅 全是这样的乱石 我们继续往前 看能不能发现它另外的出口 这里已经没有熬消的遗迹了 刚刚才说没有熬消的遗迹 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小坑 看来这种乱石堆 它们也可以熬消 我们在这里发现了 用石头围成了一个圈 长方形 对长方形 这里面有一些土 不知道这里面埋藏的是什么 我们就不去挖开了 我们将继续沿着洞厅往上 这边有重入石了 哇 这边还有一个洞道 然后上方也有一个巨大洞窗 我觉得下面是平折进去的 可能好走一些 我们走这里 天呐 这全都是以前 熬消前辈他们挖出来的一条通道 非常的狭窄 前面要趴着才可以走了 这里是一个停一会儿 必须得趴着走 好绝望啊 好绝望吗 往前就是希望 继续往前 这边没有路了 这是一个大捏缝 下面有很大的流水深 是一条地下河 高度大概有20多米 这里应该是我们进来的那条地下河 和我们进来的路应该是连通的 所以我们远路返回 这个地下河在发水的时候应该是非常大的 把这些木头全部都冲到了这里 上面好像又分岔了 应该分成了两个洞道 你会下到这里面的深部 哈哈哈 这个不是水沖石 用沙石 用沙石 没有架子 哦 地下河水 就从这里流出来的 这里进去没有洞道 这个洞道是一直往上的 这边是一个死洞道 有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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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有光吗 哇玉 哇塞 这是玉 在水里面找到了一块玉 看起来有点像新疆玉 但是这是贵州啊 这个绝对不是芳蟹石 力度非常高 非常透 哇发现光了 前面有微光扣下来 很有可能上面是一个出口 或者是一个竖井 一直往上 可以出去啊 哪个出口空到哪个地方 我们发现了一个巨大的裂缝 这个裂缝好像是爬不出去的 又是这个洞的另外一个出口 像一双眼睛一样 哇 可惜啊 这里爬不上去 高度大概有20多米左右 这是这个洞的最深处 嗯 终于彻底探明白了 这个钻天巷 经过探查上面是上不去的 因为全是青苔太滑了 我们决定原路返回 现在终于出来了 到了这个出口 外面天已经完全黑了 现在已经晚上9点多钟了 我们还得爬山路 嫩吧 不嫩 没有吹风 终于安全的出来了 本期视频我们就拍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